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周深在参加综艺节目流淌的歌声 不但被老师们称之为仙音派 更是让他在现场发签好名的个人专辑人手艺本 小编天重温了流淌的歌声 感受颇深,想写点东西又觉得要写的太多 不知从何提笔 周深在节目中被时代传唱团团长吴童称为音乐精灵 说周深的声音轻轻彻彻空灵的 就像是游走在音乐当中的精灵一样 周深传上了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周杰伦老师的《烟花一冷》 这首歌是非常中国风的一首歌 词曲非常优美 是一首唱尽繁华落尽的感伤之歌 据说这首歌是周深和他的好朋友唐翰肖做了一个改编 一共改了四个版本的编曲 周深表示这首歌的原版实在是太好了 已经非常渗入人心了 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了 自己想要尝试做一版与原版不太一样的歌曲 在保留原来的孤单伤感比较难过的情绪之下 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元素和小设计 自己还蛮喜欢的 流淌的歌声听周深传唱《烟花一冷》 再看《人间烟花》 说到周深这个版本 有个老师说终于听懂了这首歌的词 周董的版本很酷 即使深情也还是酷酷的 突出的是一冷 而周深的版本唱出了《烟花》 全然的是一种烟花的抒情 周深的演唱就像是老师们说的 他的声音飘逸空灵 咸云流水般的操繁脱俗 还有一种金属般的韧劲 他的声音就属于是近几年消失的仙音态 真假音转非常多 但他的气息控制得非常好 处理得没有任何痕迹 听者是感觉不出来换声点的 歌曲里的家的名唱是唱的海豚音 非常之高 在高空中忽然落下来 是需要强大的气息流动才能够支撑 周深在处理高音和低音转换的时候 没有换声点 简直完美的没有痕迹 平时我们自己去KTV唱歌的时候 就不难发现了 他的歌看似每首歌都好唱 但是真的去唱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要么就是高音上不去 要么就是主歌和副歌部分 断层太严重了 副歌完了之后再回到低音的时候 六卡壳下不来 就算唱多了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呢又全是瑕疵和断层 只有三个字 好难哦 周深的歌曲 调高低音和高音 真声强混和弱混 转换的非常频繁 忽然还要来一段海豚音演唱 真的是难度非常之高 可是他处理的非常的细腻 低音不弱 高音不测 各种的音区转换自然 周深的表现 这样在座的老师们非常享受 而他接下来的全程都被老师们不停的cue 甚至cue他给本一个人发一本传奇 周深尴尬又可爱的笑笑说 自己没有带 结果呢你猜你戏品你品啊 没有带专辑也要给每个人发一本 因为他就是行走的CD 周深当场季性演唱了十首左右 几乎唱完了个人专辑深在身里面的歌 这发的行走的CD啊 真的是好有分量 现场周深还季性和航天琪老师合唱了 让我们荡起双奖 和独唱了青藏高原的高音部分 都好经验 虽然周深会唱的歌很多 被称之为中华小曲库的他是诈不干的 这是一个综艺节目 能cue他唱这么多首 也真的是蛙猫技能太强了 这一波操作不知道为什么小编竟然觉得站得好 还有点窃喜 这种心情啊自己都说不上来 关于周深唱的出神入化的那首达拉崩巴 这是在歌手第八场唱的 这首歌的词儿不是那么好记 不熟悉的话读起来都费劲 有点绕口令的感觉 他在舞台上唱的那么的得心应手 小编以为啊他会有练习和背词的时间 可是没想到呢是在上场前的一天才临时换的这首歌 原定的那一首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感觉 周深才换了这首达拉崩巴 一人尊十多绝 多种声线自由切换 真的是太棒了 可是当采访主持人问他 自己觉得唱的最好的一首歌是哪首 他回答下一首 小编呆住了 周深唱了烟花一冷 确实好听 重温了经典 周杰伦可只佩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如今在节目里听到周深传唱这首歌 带给小编不同的感受 两个版本都很棒 都很喜欢 可是他周深嘴里说好听的永远是下一首 走吧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 喜欢周深除了因为他歌唱的好 还欣赏他有个难得的有趣的灵魂 这一点在他参加的综艺节目 真人秀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他很聪明很会玩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很有综艺感 那种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提示 另外一个人猜答案的游戏 周深做提示的时候 表达简洁准确 让对方很容易本就猜到了答案 他作为这个猜谜者的时候呢 又反应很灵敏捷 几乎是一猜就中了 他所说的段子不仅有趣 而且充满着温暖和善意 比如在参加我们的歌节目的时候 有个快问快答 周深问 你认为女生多重算胖呢 周深马上反问 你认为男生多高算矮呢 我当时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 不禁拍掌叫好 周深不仅反应快 而且文明素质高 他的回答表明 他认为男生不应该对女生的体重胖瘦 缩散到此 但是他又没有直接的怼不礼貌哦 他在《蒙命唱将》中常说的话 而是以自黑 他说自己是小个子的男生的方式 来表达了这个意思 我还非常欣赏周深所讲的 几个上海阿姨的段子 比如他和李克勤 谈论亲人在台下的时候 对自己的表演的影响 周深说会很尴尬 就好像是小时候过年 父母炫耀孩子 让孩子再给客人表演节目 然后呢他上海阿姨上身 我们家孩子啊 最近刚前连的美好的呀 哦来给大家谈谈感情哦 这么上看就并不好笑 关键是周深说的是神行兼备 活脱脱的一个得意的母亲的形象 把李克勤给笑喷了 我最喜欢的是 他在上海演出这个卫生间遭到的 爱说教的上海阿姨的故事 他说是因为正在化妆 额上头发呢 被一个花发夹给夹了上去 他带着花发夹上这个卫生间 迎面呢就遇到了做清洁的女老师 他活灵活现地表演出 阿姨的上海普通话口音 被他怪异的装扮的经着的样子呢 嫌弃的眼神说 你自己觉得这样夹好看不辣 看到被他说愣了不知所措的周深 阿姨又放缓了语气说 去丧吧去丧吧 我都打扫干净了 最后阿姨还不忘送个忠告说 以后不要这样子夹头发哦 我为什么最喜欢这一段呢 因为从周深的整个讲述中 你可以感觉到 周深并不完全把它当做个笑话 他实际上呢是完全接受到了 这位阿姨的传达给他的温情和善意 虽然是个误会 但是阿姨不愿意看到一个 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男孩子 走上一桩歧途的那种热心 周深是完全体会到了的 所以上海阿姨被他的段子塑造的非常可爱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